221 太陽報信焦點 處方清場物鑽難追討 2015年7月27日港民A 06時焦點市民擅自將求場處物籠當迷你倉 假如遺留物件租清酒或損存A責任誰屬,物主又能否向政府追討損失? 法律界人士表示,遊樂場處物籠為處公眾地方 市民自被掛所使用設施,而管理一方只為使用者提供設施 並不須為籠內物件負責,以市民將物品如其存放 管理一方早以力明會將遺留物品當失物處理 市民要追討損失,機會極微,只負責提供設施個遊樂場是公眾地方 人人都若得,康民署只是負責提供設施 如果有人展所偷技衛,康民署都不需要陪 律師梁永鏗表示,遊樂場保安負責看守整體場地 而非有專人看守處物籠,市民應知識使用處物籠的風險 正確使用處物籠,如想失洩或損毀,物主追討機會的味 而如其使用處物籠者,物品被稱空,成功追逃的機會就更渺茫 梁永鏗族指,使用者於存放物品時,應閱讀過使用守則 知道物品如其存放會被當失物,除非遊樂場無貼告示 使用者不清楚,那都還有機會爭吵 地利盤